《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榮 因為債券為何兩者有分別呢? 債券本身的市場價值 在債券到期之前 是會隨著市場的利率上升或者下跌 市場利率增高 債券的價值就降低 相反 假如市場利率下跌 投資者手上持有的債券價值就會上升 直接持有債券 即使價值下跌了 只要繼續持有 到了到期日就可以全數拿回債券的面值 債券共同基金就不一樣了 由於債券基金本身是沒有到期日 所以債券基金的市場利率風險 是不斷的存在 好處是在市場利率下降的時候 基金的收益是會增加 但是當市場利率上升 基金的表現就會受到影響 甚至會有虧蝕 基金裡面也不斷的轉換債券 所以不像是直接持有債券一樣 按期收取固定的利息 最後當然基金是會有些管理的費用 直接持有債券其實是不難的 值得喜歡投資債券的朋友去研究一下 我是林修穎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小時見面